廉政公署有没有用还不知道 但是法官的收贿丑闻 却像滚雪球越滚越大 长期关怀受刑人的 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应小微 今天也爆料 受贿法官当中的高院审判长陈荣和 曾经在审理一个案子时 因为知道被害人的和解金是两百万 陈荣和竟然要求 行贿金额得再加码一百万 恶行恶状令人发指 长期关怀受刑人 对于这次爆出收贿丑闻的法官陈荣和 应小微一点都不陌生 其实我觉得陈荣和的塑形是大家都知道 所有看守所的被告里头都知道的 它不是一个秘密吗 法官发现说这个案子在之前 这有两百万可以和解的空间 所以他们反而要求说 那我要加一百万三百万来行贿于我 加码要钱 陈荣和的恶行恶状令人叹为观止 有钱判生 无钱判死 这句话应小微感受很深 大概所有的被告在看守所里头 从北到南只要知道是哪个法官 他们都会口耳相传说完蛋了 先去凑钱吧 有哪几种人是他们可能会行贿的对象 就这三种人没有了 第一 品性操守本来就不好的被告 第二就是财富雄厚的被告 第三就是在审判期间介于无其土刑跟死刑的被告 就是烂法官跟烂检查官最想上下其手的对象 应小微说 他把知道的都提供给专案小组 利用这一次法官收贿的丑闻案 救出其他不为人知的害群之马 民事新闻重报道 民事新闻重报道